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性情秘语节目 今天我们要揭露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香港警方近期逮捕了两名嫌疑人 他们已改运未明 竟然诱骗一名女子进行性行为 并骗取她高达40万港元的金额 这名30岁的男子假冒塔罗牌占卜师 而25岁的女子则负责管理一个占卜的Instagram账号 两人联手设计了一个惊人的诈骗计划 受害人在Instagram上认识了这名男子 并被告知只有与她发生性行为 才能改变她的运势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这名女子被迫将自己的财产交给嫌疑人 甚至还被要求增加投资金额 让她感到无比恐惧 最终选择报警 警方的行动迅速而果断 在逮捕嫌疑人的同时 还查获了大量的犯罪工具和证据 揭露了这个可怕的犯罪集团 这不仅是一宗诈骗案 更是对人性与信任的挑战 我们必须对这类诈骗保持高度警惕 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盛行的今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让我们深入探讨 这个事件的每个细节 一个平凡的星期五晚上 香港的夜空笼罩着一片沉重的气氛 警笛声刺破了城市的宁静 在关塘的一栋商业大楼内 香港警方成功逮捕了两名嫌疑人 揭开了一个以改运为名 行骗与性行为的惊人诈骗案 这一案件由南华早报报道 涉及一名30岁的男子和一名25岁的女子 她们的行为已经对一名无辜的女子 造成了严重伤害 事情的起因来自一个看似无害的 Instagram账号 账号由这名25岁女子管理 她自称拥有神秘的塔罗牌占卜能力 受害人是一位普通的年轻女子 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急需改变自己的运势 在这个时代 人们对社交媒体上的信息 有着天然的信任 于是她也没有过多怀疑 便与所谓的占卜师取得联系 这个男子假扮成专业的塔罗牌占卜师 她告诉受害人 她的运势可以通过与她发生性行为 来得到改变 最终 无辜的受害人 被这个荒谬的谎言所蒙蔽 于周三凌晨在她位于牛头角的家中 与这名男子发生了性行为 南华早报指出 这仅仅是这宗阴谋的开始 事情很快变得更加不可思议和可怕 事情发生后的当天下午 受害人被诱骗到关堂的一个商业单位 男子声称 只要投入30万港元现金 和价值10万港元的信用卡消费券 便可以进行高回报投资 从而彻底改变她的命运 受害人对此深信不疑 虽交出了所有的钱财 然而 这还不够 男子进一步要求她增加投资金额 并再次要求与她发生性行为 受害人终于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和异常 感到极度害怕 于是决定报警 警方迅速行动 首先逮捕了该名男子 随后突袭了关堂的商业大楼 当场抓获了25岁的女子 并在现场发现 价值2万港元的疑似犯罪所得 各种占卜工具 一堆避孕套 电脑设备 记录本 点钞机 以及银行和电话卡 这一系列发现 无疑证实了这对嫌疑人 已经策划并 实施了一场惊人的阴谋 我们相信 已经瓦解了这个犯罪集团 警方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们对这起案件的调查 仍在进行 目前尚无其他受害人出面 然而 警方强调 这一犯罪行为并非偶然 而是有组织 有计划的进行的 这三个单位被认为 已经被该集团使用了一个月 用于扩展他们的业务 总督察文卓熙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个Instagram页面 声称提供占卜服务 价格从几百到几千港元不等 这给了犯罪分子 一个极好的掩护 正是这样的虚假宣传和操纵 使得受害人 最终落入了陷阱 文督察提醒公众 应该对这类诈骗 保持高度警惕 不要轻信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 这起案件的曝光 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于网络犯罪 和性骗局的关注 随着科技的发展 犯罪手段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隐蔽 让人们在数字时代中 防不胜防 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 虽然给人们带来了便利 但也成为了不法分子 进行犯罪活动的温床 南华早报报道指出 这起案件揭示了现代社会中 人们对于命运和改运的迷信 成为了犯罪分子利用的突破口 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受害人 对于自身运势的焦虑 设下了一个又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这也提醒我们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应该保持理智 寻求正当合法的解决途径 而不是轻信所谓的神秘力量 和快速致富的诱惑 此外 这起案件还暴露了当前社交媒体上的监管漏洞 犯罪分子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诈骗 往往可以避开传统的监管手段 这对于执法部门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警方呼吁社交媒体平台加强监管 即是删除虚假和欺诈信息 并与执法部门合作 打击网络犯罪 总之 这起案件不仅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犯罪故事 更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警示 它提醒我们 虽然科技带来了便利 但也带来了新的风险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 不要轻信虚假信息 并且在面对困难时 应该寻求合法正当的解决途径 而社交媒体平台 也应该担负起监管的责任 与执法部门合作 共同打击网络犯罪 为用户提供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次破案显示了香港警方的高效和专业 他们在短时间内瓦解了一个犯罪集团 成功阻止了更多人受害 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的救赎 更是对社会安全的保障 哎呀 楚天书 你这魔异说 真让我想起了那些超级英雄电影 可是现实世界可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知道吗 这些骗子能成功 不仅仅是他们狡猾 还有很多人容易上当 这可不像电影里那样 抓住坏人就大功告成了 谢琪琪 难道你想说受害者也有责任吗 当然 社会上总会有一些人容易被骗 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不去赞扬警方工作的理由 这次行动展示了警方如何快速反应 调查和执法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更应该成为我们信任警方的基础 楚天书 你可真是个好人啊 总能看到光明的一面 不过别忘了 这世界上可不止一个骗子团伙 你知道吗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据 2022年仅上半年就有超过5000起诈骗案报告 所以抓住一两个骗子 就想改变整体犯罪情况 未免太乐观了吧 谢琪琪 你这摩意说 真让我想起了那句老话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一件正义的事情 哪怕看起来为不足道 也能带来积极的改变 你说的那些数据 正好证明了警方任重道远 更需要我们的支持和信任 哎呀 楚天说我真佩服你的乐观和坚定 可是你知道吗 骗子们可不会停下来 他们只会变得更狡猾 与其盲目相信警方能解决所有问题 不如从源头上提高市民的防范意识 毕竟避免上当受骗 才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